董卿谈到儿子落泪终于承认孩子父亲是谁 难怪一直不愿意公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董卿是央视的主持人 也被称为央视一姐 在央视的这些年中只要有重大的晚会 大家就会看到董卿的身影 他在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 在感情生活中董卿确实非常低调的 除了之前跟成前的一段感情之外 他没有传出任何绯闻 但是最近就有网友爆出了一则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董卿跟儿子在一起 这就让网友们纷纷议论了起来 之前董卿说去美国深造 原来是去生孩子去了 但是对于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董卿却很少提起 在一段节目采访中 董卿首次表示孩子的生父是密春蕾 说到密春蕾大家可能很陌生 密春蕾是上海的一位富豪 但是他在之前的时候就结过一次婚 而且还跟前妻生了一个女儿 董卿嫁过去也是当了后妈 这就让很多人猜测 密春蕾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够让央视一姐不要婚礼还要当后妈 就这么跟了他呢 听说密春蕾的家人还是很不喜欢董卿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